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 上帝的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遭遇各样的 难处挑战 我们有时候会找不到方向 有时候我们很希望 能够从人那边得到帮助 但是真正帮助我们的是上帝他自己 他的话也成为我们的力量 我们就先来看今天的经文 提摩太后书四章 九到二十二节 你要赶紧地到我这里来 因为迪玛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往贴萨罗尼迦去了 格勒士往加拉泰去 提多往塔玛泰去 独有路加在我这里 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世上 与我有益处 我已经大发推积鼓 往以扶索去 我在特罗亚流于加布的那件外衣 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 那些书也要带来 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 同将亚历山大多多地害我 主必照他所行地报应 你也要防备他 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 我初次申诉 没有人前来帮主 竟都离弃我 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给我力量 是福音被我尽兜传明 叫外邦人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 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问百基拉 亚居拉 和阿尼斯福一家的人安 伊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 特罗菲摩病了 我就留他在米利都 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 到我这里来 有有部罗 布田 利奴 格劳底亚 和众弟兄 都问你安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 最后的一个段落 那就像保罗 他其他的书信 在最后的部分 通常都会有一些的问安 有一些他要交代的事 从这样子的 比较是 好像不是最主要的经文当中 我们还是可以找到 对我们的提醒跟帮助 在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经文里面 他特别 期望提摩太能够快点的 到他这里 因为他一个人被监禁在罗马 已经很长的时间 所以他很盼望能够有 同工在他身边 在这样的一个心境底下 我们看到他的一种 情感的需要 他也有一些的内心的告白 那他就提到说 这些同工有不同的状况 那一个是迪玛 另外我们也看到他提到马可 我们从这两位同工身上 可以看到很不一样的学习 首先他说 迪玛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 往贴撒罗尼加去了 当然还有其他人 已经不在他身边 但是特别这个迪玛 本来是保罗很重要情景的同工 如果我们读各洛西书 读这个菲利门书 你都会读到 他列举同工的时候 他谈到路加 谈到马可 谈到迪玛 所以这是他很亲近的同工 可是没有想到迪玛却离开了 离开不是因为有任务 他这边很明确的说 他是贪爱现今的世界 我们看到同工有热心的时候 可是可能也有退后的时候 这会让保罗心里面难过 但是他也提到 让他心受安慰的就是马可 他在十一节那边 他也提到说 独有路加在我这里 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 与我有益处 我们在史书行传当中都曾看过 因为巴拿巴跟保罗为了马可 中途离开 逃跑了 他们两个人有一些的意见不同 保罗就不愿意继续接纳马可 但是巴拿巴接纳马可继续的带着他服饰 后来我们看到从这边话里面 你就知道说保罗跟马可 后来就重新的修复的关系 他重新的接纳马可 他也认为马可是对他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到人也会改变 所以保罗也是很宽大 他也愿意接纳一个改变的同工 所以迪马是离开 马可却愿意重新的成为他的同工 这是对他是安慰 当然他在这里也提到路加 他说路加是一直陪在他身边的 路加是保罗最亲密的同工之一 那我们看到路加带给他安慰 但是在后面 他也提到这个同降亚历三大 是多多的害他 所以有些人是对他生命当中是很痛苦的 但是像路加这样的同工 就是很好的同工 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同工呢 我们会是半途而废 或者是我们会愿意重新的修正自己 我们是那个愿意支持传道人 帮助传道人 或者是我们会成为传道人的痛苦 给他们的这种伤害呢 求主常常的光照我们 保罗他也提到他盼望提摩泰 能够把他的一些东西带给他 他最看重的就是那些的疲倦 这对他来讲 神的话还是最重要 人的帮助有限 但是神的话却是他随时的倚靠 是永远不会改变 安定在天的 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 他自己可能也感受到他离世的时候快到了 所以在他所写的 这算是他的最后一封信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情的表达 他说他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 因为他可能在打官司 他可能在这些在上位者的面前 必须要为自己来做辩护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他 虽然有同工在他身边 他的感受好像是得不到任何人的协助 他说尽都离弃我 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 但是在他感受不到人的帮助的时候 我相信对他来说是一个益处 因为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给我力量 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 叫外邦人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所以得不到人的帮助 反而是使他真正的更深刻的经历到 单单从神那边得到帮助 上帝好像在他的身边 亲自的扶持他 加给他力量 那种感受呢 使他不但是把福音可以传开来 而且他感受到好像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 当然这是一个形容 因为保罗他并没有真正的被丢在狮子坑里面 但当他感受到上帝的帮助就好像当年的这个蛋一里 是怎么样的被保守 从狮子的口里被救出来 这个是保罗真实的感受 而且他肯定的说 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 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 所以你看到他来到了他人生的最后阶段 他不但再一次回顾 也确信神的救恩没有改变 过去搭救 现在搭救 将来也要继续搭救他 而且他有一个永恒的确据跟盼望 他知道他要去哪里 所以主的救恩领导 他是要把他带到神的国里 带到天国里面 所以他就发出赞美 说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所以你看到他有这种的得救救恩的确据 他有永生的盼望 那当然他对人的责面 他对童工有关切 他特别想到他亲密的过去跟他一起服侍的 白希拉亚去拉这对夫妻 还有阿尼瑟佛一家 他要特别的问他们安 他也讲到他安排一些的童工的状况 因为这个特罗菲摩他生病了 所以这个他就把这个童工留在米利都 所以你看到他即使自己在危难当中 他还是关心他身边的人 然后他也有情感的需要 他再一次说请提摩泰快一点 能够在冬天以前来到他这里 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可能提摩泰也没有真正的 在和保罗见到面 但是保罗最后对提摩泰的祝福是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愿恩惠藏与你们同在 这恐怕是保罗留下来的最后的一句祝福的话语 我相信这也是他不仅是对童工 对教会也是给我们的祝福 让我们可以领受到这一位忠心服侍主的工人 他这一生这样的摆上 而且他愿意每一个他所服侍的对象都蒙福 让我们一起能够学校他的榜样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 把保罗你的仆人这么美的生命的见证和榜样留给我们 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如何忠心致死的来服侍你 让我们这一生也能够跟随你的脚踪 为了福音可以不按自己的生命 我们可以愿意一生来荣耀你的名 直到见里面的日子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